这是一辆挖掘机 前面有个挖斗 挖掘机上有 一 二 三 四 四个轮子 还有一个大铁铲 司机来驾驶挖掘机 出发咯 到达目的地 开始工作吧 不 挖掘机发生故障了 司机下车去修理 打开盖子 司机开始修理 修好了 继续工作 勾上石头 把石头运走吧 这是一辆白色的救护车 车门可以打开 这是担架 放进去 关上车门 打开车尾 这是轮椅 也放进去 关好车尾 司机上车 司机上车 准备出发咯 有个人的腿受伤了 救护车过来了 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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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车尾 拿出轮椅 让它坐上轮椅 把轮椅推上救护车 关上车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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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护车 继续出发 这是一名工人 糟糟糕 工人被石头砸中 他受伤了 救护车过来了 打开车门 拿出担架 把工人抬上担架 在台上救护车 关好车门 返回医院 这辆是小猪佩奇的消防车 消防车的颜色是红色 这是小猪佩奇在开车 佩奇要出发咯 佩奇要来城堡灭火 这辆是小斑马苏姨的游递车 游递车的颜色是黄色 这是苏姨在驾驶游递车 苏姨要出发咯 苏姨突然停下 苏姨突然停下 是恐龙 苏姨快跑 这辆是小马佩德罗的巴士 酷 巴士的颜色是蓝色 这是佩德罗在驾驶巴士 佩德罗要出发咯 到达宠物医院 这辆是弗雷迪的警车 哇 警车的颜色是白色 这是弗雷迪在驾驶警车 酷 弗雷迪要出发咯 弗雷迪要来执行任务 这架是小兔瑞贝卡的直升飞机 直升飞机的颜色是深蓝色 这是芮贝卡在驾驶直升飞机 芮贝卡要出发咯 启发咯 启发咯 When the wind blows, the cradle will come out When the path breaks, the rock cradle will fall But the rubber will catch you, the cradle and all 這是汽車底座 有一、二、三、四、四個輪子 這是車頭,安裝到底座上 安裝好了 這是車廂,也裝上 好了 再裝上翻斗 翻斗車安裝完成 讓小豬佩奇上車 佩奇出發囉 這裡有貨物要搬運 翻斗車過來啦 把貨物裝上車廂 掉頭 運走囉 到站點啦 掉頭 卸下貨物 繼續出發 接下來我們要組裝垃圾車 這是車頭 這是車頭 裝在底座上 裝好了 這是車廂 這個窗戶可以打開 裝上去 另一間車廂 另一間車廂 窗戶同樣可以打開 裝好 垃圾車組裝完成 配齊 配齊來駕駕駕駕駕駟 拿走垃圾 打开车厢 把垃圾放进去 关上车厢 佩奇要把垃圾运走了 到达垃圾场 掉头 把垃圾卸下来 好了 我们再来组装轻胀车 这是车头 装在汽车底座上 还有车尾 这是轻胀用的吊钩 装好 轻胀车组装完成 佩奇上车 佩奇要驾驶轻胀车出发咯 有一箱货物需要清理 轻胀车过来了 掉头 用吊钩勾住货物 把货物拖走吧 游轮胀车 游轮要出发咯 打开门 从这边通过 这里有宝箱 还有大章鱼 游轮悄咪咪的驶过去 不要被章鱼发现 游轮被一道闸门挡住了路 打开闸门 游轮通过了 打开第二道闸门 前进 再打开第三道闸门 最后一道闸门 也打开 游轮出来了 这有一只金鱼 金鱼脚的水面 一直在波动 游轮悄悄地过去 要它把游轮吊过来 礼程结束了 这是一座升降桥 小鸭子过桥喽 再把桥升起来 这是抽水机 用来给滑梯供水的 小鸭子来了 开始抽水 让小鸭子滑下去 小鸭子滑下来了 再来玩钓鱼游戏咯 钓到了 是一只绿色的鳄鱼 继续钓 成功了 成功了 是一条粉色的鲤鱼 第三个会钓到什么呢 上钓了 是一只绿色的鸭子 继继续钓咯 这次钓到了 是游轮模型 再钓一次 钓到了 是一只粉色的鲤鱼 拆开第一个玩具盒子 这是猩猩机甲 这是超级小熊 布迷 这是布迷的变形猩猩战甲 这是左臂 这是右臂 这是双腿 这里是驾驶室 让布迷坐进去 布迷要开始变形了 合并双腿 拉出前轮 还有两个后轮 再把双腿收进去 还要收起左臂 收起右臂 再放下两侧的飞机 变形完成 现在是不迷星星飞船 起飞 拆开第二个玩具盒子 拿出马克的变形机甲 这是马克 哇 这是马克的变形猩猩机甲 这是左臂 这是右臂 这是双腿 这里是驾驶室 让马克坐进来 开始变形咯 合并双腿 拉出前轮 拉出两个后轮 再把双腿收进去 好了 还要收起左臂 收起右臂 再放下两侧的飞机 变形完成 马克星星飞船 起飞 拆开第三个玩具盒子 拿出米亚的变形机甲 这是米亚 这是米亚的变形猩猩猩 这是米亚的变形猩猩机甲 这是左臂 这是右臂 这是双腿 这里是驾驶室 米亚坐进来 米亚要开始变形咯 合并双腿 收起左臂 收起右臂 弯折双腿 收起来 再展开两侧的飞机翼 米亚变形完成 起飞 拆开第四个玩具盒子 这是泡泡机甲 这是碧波 这是碧波的变形泡泡机甲 这是双腿 这是左臂 这是右臂 这里是驾驶室 让碧波坐上来 碧波要开始变形咯 收起左臂 收起右臂 合并双腿 弯折 收起来 打开驾驶室 让碧波坐好一点 变形完成 出发咯 这是小猪佩奇 这是小兔 瑞贝卡 马走玩具屋 佩奇来玩具屋里玩咯 碧波和她朋友玩咯 在小猪佩 在小猪室里玩咯 在小猪室里玩咯 佩奇的右边是厨房 左边是餐厅 放一个灶台 佩奇可以煮饭 煮好了 摆好餐桌 椅子 椅子 佩奇来吃饭啦 在椅子上坐好 吃面包 胡萝卜 佩奇吃饱啦 去玩咯 翻过一面 左边是佩奇的玩具房 右边是乔治的玩具房 摆上玩具桌 佩奇来玩玩具咯 乔治也过来啦 给乔治穿上恐龙人偶服 穿好啦 变成了恐龙乔治 小兔瑞贝卡过来玩啦 这个是储物箱 可以放食物 也可以放玩具 给瑞贝卡穿上萝卜人偶服 还有叶子 放口顶 变成了胡萝卜 瑞贝卡 哦 外边还有好玩的 可是佩奇在二楼 好高啊 给佩奇装上滑梯 让佩奇滑下来吧 哇 真好玩 乔治也想玩 还有瑞贝卡 一起去玩吧 乔治上来了 好高啊 开始滑咯 开始滑咯 乔治滑下来了 瑞贝卡也来玩滑梯咯 准备好了吗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哇 瑞贝卡也下来了 佩奇要来荡秋千 真好玩 瑞贝卡和乔治也想荡秋千 但要先脱掉玩偶服 瑞贝卡脱好了 给乔治也脱掉 脱完了 让瑞贝卡先来吧 哎呀 瑞贝卡不小心摔倒了 没关系 再来一次 好啦 该下来咯 轮到乔治玩了 乔治快坐上去吧 乔治玩得很开心哦 拆开袋子 这是我们的小猪乔治 我们来拼装霸王龙化石 这是霸王龙的头 嘴巴可以张开 这是霸王龙的身体 跟头拼接好 这是腿 拼上 这是手 拼好吧 还有另一只手 另一条腿 也拼好 把王龙化石 拼装完成 然后来拼装恐龙管 这是树木 放这里 这是异龙化石 放这里 放上支架 还有恐龙大化石 霸王龙 放在这里 摆好标志牌 接着来拼装 三角龙化石 这是身体 拼上腿 第二只腿 第三只腿 第四只腿 还要拼上尾巴 再拼好头 拼上脚 第二只腿 第二只腿 第三只腿 第三只腿 三角龙 拼装完成 放到恐龙管 摆好标志牌 乔治来恐龙管参观了 先观察 先观察爪子化石 再打开恐龙大化石 哦 里面有恐龙胚胎呢 放回去 再去看看别的 来看看三角龙 来看看三角龙 它有三只脚 再来看看霸王龙 哇塞 霸王龙太高大了 乔治走喽 这辆是超级宠物 基地车 驾驶室可以打开 这是乐迪的宠物 乐宝 乐宝可以发光哦 这是小爱的宠物 爱宝 爱宝也可以发光 乐宝在驾驶室坐好 爱宝也坐好 让他们俩驾驶基地车 打开车门 这是多多的宠物 它叫多宝 多宝站这里 这是包警长的宠物 它叫锦宝 锦宝站这里 关上超门 出发咯 到达目的地 打开驾驶室 爱宝下车 乐宝也下车 打开侧门 多宝下车 锦宝下车 打开后门 爱宝来到了直升飞机停放区 打开车 这里是休息区 乐宝过来睡觉 锦宝站到架子上 多宝也站过来 这是超级飞侠工程车玩具 这是挖探机 让朗朗 让朗朗变形 朗朗变成了战力形态 再变回挖掘机形态 出发咯 这是超级飞侠 这是超级飞侠乐迪 现在是飞机形态 开始变形 乐迪变成了机器人 再变回飞机形态吧 出发 这是超级飞侠多多 开始变形吧 收起左臂 右臂 升起尾翼 再收起双腿 多多变成了飞机形态 再变回机器人形态吧 出发咯 这辆是多力工程车 打开车厢 里边有吊钩 合上车厢 多力出发咯 打开车厢